台湾社会高龄化部落文件站共餐共学 提升部落长者们的生活品质 卓星乡轮天文件站办理7到9月份的寿星庆生会 地方社团李市长也是民众党卓西乡党部主委的卓孝明 特地到场祝福之外也赠送了久久重阳节的爱心物资 让每位长者双重惊喜欢乐也加倍 台前祈祷9月份的寿星一字排开 接受大家的祝福 现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这是轮天文件站这一季的寿星庆生会 好 这条文件站欢乐 今天会发光信息的 卓西乡轮天文件站一招惯例 每三个月为当月份的寿星办理庆生活动 关怀每位长者彼此也相互交流情谊 深获长者们的喜爱 不过这一次除了庆生会之外 卓西乡社区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民众党卓西乡党部主委的卓孝明 也趁此结合发送大批爱心物资 给站上每一位长者 祝福他们重阳节 佳节平安快乐 长远温馨 谢谢公干顺 上次是中枢节吧 我送月底半三吧 这次因为周围学长期 为了照顾你们 就发了这次的顾及 我希望你们都开心 政府不断推动升级长照政策 部落文件站的建立也逐步提升部落长者们的晚年生活品质 周期将轮田文件站从早期的赛普计划升级到文件站 照顾的长者以及服务的量能也有显著提升 这一季的庆生会也增加重阳节物资的发送 双重惊喜也让每位长者欢乐更加倍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